画面上是市府召开事务会议的现场 金融市长谢果良、副市长邱佩玲、秘书长方定安 与市府一级主管共同讨论研究 针对9月22号深夜的强降雨 造成了部分地区灾情后续处理 以及未来的因应措施 这一次的两个小时就下了100几公里的雨量 那这个对很多地区也造成了一些灾损 那我们除了一方面去关怀这些受灾户 然后协助处理 然后也想办法替他们申请赔偿 我们未来也要针对这个一烟水地区建立起SOB 有防水闸门 我希望都积极补助大家 让大家来装设 那目前还没有的 我们一定要准备好这些沙包 然后在一烟水的时候 就赶快运送到他们的住家周围 然后让他们来领取 那这一点都是我们未来会积极要做的 那再加上说这个有些商圈等等 我们也会协助做一些振兴 包括南龙路等等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气候变化比较巨烈 那这个强降雨的时候 雨是一时太大的时候 这个淹水是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们要尽量做好一些相关的防止灾害的准备 那我们也会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 市长谢果良实地到淹水地区了解后 也特别请各单位以同理心 来构思更多的辩明措施 以及后续的振兴方案 让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补助灾补的福管机关是社会处 但是社会处它有一定的标准 那不管这个标准是不是符合 还是会跟副市长 佩林副市长大家一起去思考 如果透过不同的力量 然后对于这些灾害 能够尽量有些协助这样子 商圈振兴就是我们下午会再往 这个南龙路这边走一下 跟产发处去讨论一下那附近 其实那附近其实是跟这个 庙口丸和市长是相继比较近 而且有些连结的 那这一次也有几步有淹到 那我也是希望说 透过一种商圈的概念 可以给予跟他们更多的协助 由于到十月份都还有类似 出现强降雨的可能性 因此市长也特别呼吁民众 一定要保持警觉 而各单位也要随时加强因应 呼吁大家就是说 一方面氣象預報是說到10月份 都還是有可能一些強降雨 那現在要講了 這個氣象預報不是完全都是精準 就以0922日來說 它是在我們9點鐘 晚上9點鐘我們收到是12小時內 會上70到90毫里 這也是我在臉書上依照中央介紹的報告 結果它在大概晚上 大概11點到1點 它就下了100幾毫里 兩個小時就下100幾毫里 那這個就造成了 一些地區來做一些淹水 跟有一些災害的發生 所以我想我們未來就是要提醒大家 盡量多注意在這個去後 這個劇烈變遷的同時 我們要做好一切的準備 記者黃順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